那么对于北京的两支中甲球队来讲呢 今天无疑是一个灰色的日子 刚刚燃起了冲超希望的北京巴喜队 今天远征佛山挑战冲超的直接竞争对手广东日之拳 然而在这场价值6分的关键战役里 巴喜却是以0比4的大比分惨败而归 广东日之拳队将主场挪到了佛山 他们希望用世纪连体育场这块广东足球的宝地 帮助球队完成冲超的目标 尽管对手来势汹汹 但北京巴喜队同样是做足了功课 上半场巴喜队完全控制住了场上局面 但遗憾的是球队又陷入到了得势不得分的尴尬境地 特别是上半场的最后阶段 巴喜队连续获得破门良机 但却两次与进球失之交臂 如果小格的强点再坚决一点 亦或是队友传球的力道把握得再好一点 巴喜队恐怕早就能打开局面了 对天气还有所有条件都是很满意的 而且上半场毕竟我们打得非常好 但是下半场是第一个失误以后 可能是队员也是年轻 而且自己输了以后还是有点乱了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瘟疫 一边在战 一场暴雨不期而至 而天气的变化似乎也打乱了巴喜队的节奏 第47分钟 巴喜队一次防守中的疏忽被对手抓住 局面被动的广东日之拳队反倒是率先取得了进球 意外的丢球让巴喜队顿时乱了方寸 而更加适应羽战的广东日之拳则是越战越勇 7号陈兆琪则收获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类进球 比分被扩大为2比0 尽管两球落后 但巴喜队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们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对手发起反击 只可惜虽然流畅的地面配合总是能撕开对手的防线 但临门一脚的状况却丝毫没有改善 小阁和陆江的射门都是已放了高射炮收场 大举压上导致巴喜队的防线顾死失比 广东日之拳则是舒舒服服的依靠外援中锋打起了反击 多力的进球帮助日之拳队提前锁定了胜局 商庭捕食阶段 日之拳队替补登场的赵黄紧上天花将比分定格在了4比0 巴喜队则是无奈地吃到了本赛季最大的一场败仗 同时也输掉了冲超路上价值6分的关键一意 这是一个非常难看的比赛 而且上半场打得非常好 但下半场我们是盼落两队 而且第一个失误以后我们好像丢了乱阵脚 然后接连丢了第二个球 所以而且很遗憾的比赛 而且去年是毕竟打得不好 但是今年非常有好的转变 可以说是不是说非得要冲超 如果到了那个份上我们就开始准备 但是一步一步现在所有的比赛都是在准备得非常不错的 而且今天比赛所有到现在为止 毕竟还是打得不错 体育频道记者广东佛山报道